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2年12月抵达加拿大 不仅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还用自己的经历和专业技能激励了很多亚洲贫困地区的女性 她成功申请了学校Student Life Coach的兼职职位 辅导大一的新生如何重新认识自己 并且参加了学校的Boundless研究生论坛 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获得了教授和同学们的高度评价 业余时间 她为当地社区Kelona做了多种支援工作 加入了全国性的慈善组织Let's Talk Science 为当地的小学生组织科学课程 并为当地的无家可归者共参 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做出贡献 评众 桂土 联大